第九百四十八集 危机与无奈 你有什么事不解啊 剑灵岔开话题 如果你是法尊 你是九大家族叶帝等人 你会怎么样 楚洋皱着眉头 这几天平静得很啊 我心中却总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不祥 剑灵洒然一笑 法尊那些人 如何能是紫邪情不留情 风雨柔月灵雪的对手啊 放心吧 没事的 不对 楚洋严正声明 这句话太想当然 惹不起就不惹吗 惹不起就要将现有利益拱手相让 剑灵一正 惹不起还要惹 那不是找死吗 如果我是法尊等人 站在他们的立场 在看到楚洋有这么雄厚的底牌和后盾之后 心中会震惊 会遗迹 会危机 会寝室不安 这样一来 我就在想 已经有这四个人支持 楚洋什么事情做不成呢 新的崛起的一股大势力已经是必然 但现在 上三天整个势力划分清晰 新增的势力 必然要抢夺原有势力 而且 执法者的权威 也将遭受到严重挑战 如果楚洋真的崛起 岂不就是告诉世人 只要你有实力 能够让执法者让步 你一样可以 那样一来 楚洋的实力和名声 就会凌驾于执法者之上 这种事情 作为法尊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但是他现在却惹不起我们 越是惹不起呢 他就越是想要除掉我们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必须要想出一条计策 将这些威胁到九重天权威的人 通通的除掉 楚洋皱紧了眉头 可问题就在这 他有什么办法 能够将紫邪情 不留情 风雨柔月灵雪一起除掉呢 或者说 在这个九重天大陆 有什么办法 可以依据杀死紫邪情和不留情等人 简陵沉吟起来 想了半天摇了摇头 再想了半天 还是摇摇头 的确是没有办法 你看啊 这四个人不动 他们绝对不敢动你 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 紫邪情跟你在一起 是楚乐尔的师父 而你呢 是楚乐尔的大哥 不留情之所以在 风月之所以在这儿 一方面 那是因为紫邪情 另一方面 却是因为 吴倩倩对你钟情 所以 这几大强者 都是因为你才聚在一起 你死了 这些强者 虽然会分开 可这些人的报复 就算法尊也承受不起啊 所以 他们不会对付你 也不会对付 莫青吴等人 而是会 直接洽断根源 若是紫邪情和不留情等人 都死了 你楚阳和莫青吴 吴倩倩 虽然潜力惊人 但毕竟没有成长起来 到那个时候 随便的一个悬赏令 就能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 要对付你的崛起 就只能先杀紫邪情 杀了紫邪情 再杀不留情 基本上 你也就大势一去 但如何才能杀得了这两个人 却是目前为止 我都没办法的事情 不要说紫邪情了 就算不留情 想要逃走的话 哪怕是九大家族 第一代老祖宗 与法尊 还有执法者 所有的供奉长老 一起出手 先将不留情 偷袭中重伤 但只要是不留情想走 就算他只剩下一口气 还是可以随时走掉 这就是九品巅峰至尊的能力 可以击败 但想要阻止他逃走 绝无可能 所以说呢 你的担心根本就是多余的 不对 若是事先创造出一种形式 让他们无法撤退 只能力战到底呢 有什么样的局势 可以让这种人连撤退都走不到啊 顾忌 能顾忌什么 如果我和墨青武 吴倩倩 楚乐尔都被控制了 在一个地方 在没有救出来之前 恐怕他们是不会走的 楚阳沉声地说出最大的顾忌 而九重天九大家族与执法者 如果联合起来 那力量未必就不能 九大家族和执法者 绝不可能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这点力量 这样的事情 应该绝不可能发生待 建令安慰 现在你成功地撇清了自己九节建筑的怀疑 而九节建筑出事在即 他们又怎么会为了一个突然崛起的力量 浪费那么多力量 要知道 就算真的能够做到 那么他们需要付出多大代价 你可想过 楚冬一千位至尊的话 最少有七百会死 如此一来 等于将九重天的精锐一网打尽 谁能承受得起这样的损失啊 万一九节建筑在这时候杀上来 难道这九大家族就任人宰割啊 可我总觉得 这件事极有可能发生啊 楚阳心中的危机 却是越来越重 这件事 他先是向紫邪情说起过 紫邪情只是不屑地笑了笑 跟不留情还没说呢 刚开了个头 不留情就指着门口 滚出去 跟风月说起 风月夫妇则矜持地笑着 礼貌地听完 然后客客气气地把他给送了出来 如今跟剑灵说起来 剑灵仍然是引经据典百事实讲道理 告诉自己 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此的一口同声 依然不能打消楚阳对于这种危机的感应 反而因为他们这种反应 楚阳越来越担心 他心中越来越感觉到压抑 紫邪情不留情等人越是不在乎 楚阳的心中就越感觉到危机重重 可是他扭转不了这四个人的思想 无人为力 楚阳心事重重 紫邪情等人绝不同于墨天机固独行 如果是那几个人 楚阳只要提出来 就算不可能 墨天机等人也会全力去防备 可这几个人却都是当事强者 每一个都是纵横天下 无人敢当的人物 这么多年来 早就已经练出了一份 辟邻天下的自信 莫要说没有危险 就算真的有极大危险出现 这些人不仅不躲避 反而会自动的投身进去尝试一番 这就是属于巅峰强者的自负与骄傲 与性格无关 可楚阳现在最害怕的 最担心的 恰巧就是他们这份强者的骄傲 见到居然连剑灵也不认同自己的观点 楚阳无可奈何的结束了谈话 长长的叹了口气 随后就将墨清武 楚乐尔 乌倩倩 董乌商 瞄不通等人叫起来 有件事 我要郑重的警告你们 这段时间里 能不出去就不要出去 就算要出去 清武 你绝不能离开你师父实账之外 倩倩 你也是 乐尔 绝不能离开子大姐身边 无商 你们三个暂时还没有这样的顾虑 但是也要小心 尽量不要外出 楚阳一脸沉重的嘱咐 这是他能想出的最佳的办法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而且 这也是楚阳深思熟虑之后 才想出来的 唯一能够同时制紫邪情 不留情和风月于死地的办法 绑架 楚乐尔 莫清武等人 紫邪情和不留情 在救出人之前 绝不会撤退 利用特异地形 事先埋伏 采用偷袭暗算 要挟等等各种办法 削弱战力 最后集中九冲天所有至尊 违攻 但只要自己等人 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就算他们想要这么做 也未必可以如愿 楚阳拧着眉头 将这份安排沉声的 凝重着脸 再次重复一遍 众人对楚阳都是言听计从 纷纷答应下来 安排好了之后 楚阳还是有些不放心 第五轻柔那句话 依然在脑海中转悠 敌人的力量 远远比你看到的 要强大得多 夜深了 楚阳睡不着 披衣服起来 来到花架下面 静静的沉思 敌人的力量 究竟有多大 白影一闪 紫邪情骗人出现 还在为你那胡思乱想 伤脑筋呢 紫邪情有些打句 我那绝不是胡思乱想 我是在为你担心 你知道不知道 你为什么就总是感觉 没危险呢 纵然你意高人胆大 可这件事 实在是非同小可呀 紫邪情淡淡的笑了笑 在他前面坐下来 美目微微的瞇了瞇 当初我在另一个大陆 那个大陆的天下霸主 有个最宠爱的儿子 看上了我 各种手段层出不穷 我一怒之下 杀之 之后 整个大陆调集了 数千高手围攻我 走到哪里 都是一片厮杀 你猜 到最后怎么着 怎么着啊 数千高手 无一生还 天下霸业化作烟尘 紫邪情淡然说道 那其中的高手 最少有五个人 在现在的法尊之上 可是 两个世界有可比性吗 那时候你是独身一人 现在心中却有牵挂 九中天神秘莫测 执法者深不可测 九大家族底蕴雄厚 你凭什么就认为 这些人杀不死你啊 他们要是能杀死我 算他们本事 我若被人杀死 死也无害 紫邪情淡淡地说着 突然一转头 有些笑意地问道 你就这么关心 我会不会被杀死吗 为什么 土阳现在根本没情绪 讨论这个问题 你要走 我希望你平平安安地走 你要留 我希望你平平安安地留 你要做什么 我希望是出自你的本意 就算你要死 我也希望是手中正轻 我不想你死 就这么简单 没有理由 也没有原因 紫邪情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嘴角露出一丝温柔的弧度 我会注意的 楚阳叹了口气 可你这句话 分明是在安慰我嘛 你根本没将那些人 放在心上 现在你担心的 就只是你走了之后 却从来没有考虑过 你在的时候 会有什么危机 你太自大了 楚阳说着说着 火气就冲了上来 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一句啊 你这个女人 在关系自身安危的问题上 为什么这么大意啊 紫邪情淡淡地笑了笑 站起身来 我去睡觉 睡可以 楚阳怒不可 你听我一句行不行啊 紫邪情不答 转身而去 你给我站住 楚阳大怒 但紫邪情的身影 已经消失 砰的一声 楚阳一脚将面前的石桌 踢起来 愤恨无力的骂道 混账女人 不可理喻的女人 自大狂的女人 可恶的女人 楚阳愤怒地骂着 愤怒地发泄 只是如此谩骂 紫邪情 却并没有出来教训她 房中 紫邪情站在窗前 仰手看着灰蒙蒙的阴寒天空 眉梢眼角 满是温柔 目光澄澈 含着笑意 静静地站着 静静地听着楚阳在愤怒地骂自己 一身巨矢温柔 第948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